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面临开运物 在风水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开运物 而这些开运物 其实各有各的一个五行所在 例如颜登 同制品 这一些他们都是属于开运物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开运物一定会跟你的八字用神会吻合吗 各位不见得 所以对于你真正有帮助的开运物 除了风水上的开运物 你还要再去搭配你五行 就是八字用神所需要的这个五行 两个互相配合 这样子才是真正对你最有效的开运物 例如我需要的开运物 假如是火的话 我就可以采用的是颜登 因为登他也是属火 这样子刚好他可以跟我配合 我八字其实是祭火 你拿了一个颜登给我 他是风水上的开运物 但是对我的八字 他是我的祭神 这样子 这个开运物的效果会变成是怎样 一边好一边坏 互相抵消 他可能变成只是一个装饰品 甚至还有可能是 对你而言 他就是一个会让你衰运的开运物 所以真正的开运物是要除了风水上的开运物 还要配合你八字上 用神这两个搭配起来 才是属于你真正最好的开运物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